训练流浪狗黑噜噜表演特技 40岁的赵小姐从小胜就出问题 这几年来黑噜噜陪伴她走过喜胜人生 同样有胜的问题 还有60岁的郑小姐本身是护理人员 不过在38岁那年 被诊断出罹患慢性肾衰竭 外食和乱服药是造成肾脏疾病的主因之一 而且罹患肾脏疾病的比例 女性高于男性 我们女性的朋友常常会为了不敢上厕所憋尿 又不喝水 然后工作上不管你打电脑做什么 又不起来 起来着动也不去上厕所 这个很容易产生所谓的下泌尿道感染 保护肾脏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以多新鲜蔬菜水果 但蔬菜可能会希望我们 就是尽量以汆烫的方式为优先 那可能要注意我们的高纳高磷高甲的食物来源 肾脏出状况难察觉 不仅日常要把关饮食 多喝水多运动控制三高 都是护肾要绝 大爱情节新闻王昭中高雄报道